今天是1月7日 1939年的今天 日军开始扫荡济南 济南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 为实施治安肃政 实现其有点到面的战力 调集三万余人 分十一路 从东西两县 对济南抗日根据地 进行大规模扫荡 建于济南根据地 北靠德石路 东西两侧 近邻金浦路 平汉路 沿线的重要城镇 均有敌重兵把守 敌人进攻根据地 交通方便 合围迅速 增兵容易 八路军第129师 将主力部队 分为第385旅 第386旅 青年纵队 东晋纵队 先潜纵队 五个作战集团 实行分区作战 采取以小部队 与日军接触 主力寻击 歼灭日军的作战方针 1939年1月7日 西县日军 由石家庄 邢台 邯郸 大明等地出动 向南宫 济县 早强等地进攻 沿途遭八路军 各作战集团打击 1月25日 第385旅 袭击大洋庄 毕商日伪军 六十余人 缴获山炮一门 1月底 日军侵占了 赵县 隆平 平乡 广平等县城 和釜阳河的新河 至屈州段主要渡口 2月初 东县日军由 国头 德州 及辽城等地出动 向西挺进 1939年2月9日 东西两线日军主力 在飞机支援下 合计南宫 济县 早强等地 占领了济南中心区 所有县城 当敌人向济南中心区 推进时 第129师主力 转至日军侧后 先后袭击了 驻武艺 复城 复庄艺 景县 清河等地日军 并在德石路 石家庄至衡水间 平汉路 高翼至冯村间 多次伏击 同时 连续打击侵占南宫 济县 藻墙 巨鹿 广宗等地日军 并一度攻下威县城 而后由日军南锥 于湘城固地区 歼灭日军两百余人 扶八人 在第129师各作战集团 和第115师688团一部 内外线不断打击下 日军于三月初停止扫荡 在济南反扫荡作战中 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 但兵力有限 不服分配 战了县城 控制不了乡村 顾了前面 顾不了后面 大陆军依托广大乡村 分散游击与敌周旋 灵敲碎打 避时积蓄 宁儿便被动为主动 弄得敌人疲于奔命 捉襟见肘 久而久之 敌人经不起兵源 勿力地消耗 只得结束扫荡 仓皇撤走 此次反扫荡作战 八路军作战一百余次 毕生日伪军三千余人 成功地保住了 济南抗日根据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